明天降雨狀況已經很明顯的緩和了許多 不過還是會持續受到蜂蜜的影響 所以今天全台灣各地都還是會下著雨的 只不過未來一整個禮拜水氣都還是蠻多的 所以一整個禮拜天氣都比較不穩定 大家還是要多加留意了 那像是今天早上降雨最明顯的地方 就是在中部地區和中部的山區 而其他地區都還是會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 那中央氣象局還是在持續 針對西班部地區和山區發布大雨特報 所以天雨露滑大家待會出門 一定要特別留意行程安的群了 那再來就是要關心到今天清晨的溫度 今天清晨的溫度其實跟前幾天都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因為下雨的關係 所以溫度感覺上比較涼一些 那像是今天早上在北部地區的溫度 來到了二十二度 中部地區二十二點六度 南部地區是有二十六點一度 而在東半部地區也來到了二十二點六度 但是今天整體來說天氣還是涼涼的 待會大家出門還是要記得 多加一件外套了 而從雲圖的部分我們就來關心到 今天全台灣各地都還是有一些水氣存在 再加上封面還沒有完全的通過 所以今天全台各地都還是會持續下著雨的 尤其是在西班部地區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出現 而在東半部地區還是會有一些短暫震雨的 所以今天待會出門一定要特別留意喔 但是今天這個暖空氣會逐漸的北移 所以各地的溫度今天會逐漸回升 而未來一周的天氣狀況呢 像是今天啊在北部地區的高溫會來到二十七度 中南部地區會有二十九三十度 而東半部地區也會來到二十六度 那雖然未來幾天溫度會逐漸回升 不過這個雨還是會持續的下 因為星期二之後呢水氣都還是蠻多的 只不過降雨會稍稍的緩和 要到星期四之後水氣再度增多 降雨狀況才會更加的明顯 而接著呢就是要關心到今天的詳細溫度預測 首先先來看到北北基地區 今天都還是會下著雨 降雨機率是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溫度是二十一到二十七度 再來看到桃園新竹苗栗 今天還是會有正雨出現 降雨機率是百分之五十 溫度是在二十一到二十七度 接著關心中部地區 天氣不太穩定 要注意會有大雨發生的可能 降雨機率是百分之六十 溫度是在二十三到二十八度 再來看到雲林加一台南 天氣也不太穩定 出門呢一定要記得攜帶雨聚喔 降雨機率是百分之六十 溫度是二十三到三十度 接著往南走到高坪地區 今天一整天都會受到蜂蜜的影響 所以降雨機率都還是很高 降雨機率會來到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溫度是二十四到三十度 再來看到東半部地區 降雨會更加的明顯 那降雨機率呢是在百分之七十 溫度是二十一到二十九度 最後看到外島的金門麻祖 今天呢一整天也都是會下著雨 降雨機率是百分之三十 溫度是十七到二十六度 那接著呢還是要關心到今天的農民力了 那今天是農曆四月初四 要特別注意的朋友呢 是屬雞二十一歲 和八十一歲的朋友 那今天的日子啊其實是蠻好的 非常適合嫁娶祭祀或是祈福喔 那以上的資訊就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